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因為外面現在有少少工程在做 就會有些... 有些聲音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G 今次這條影片想跟大家做一個測試一天 就是這個韓國的新品MUDE的Cushion 這個Cushion其實也不至於很新 其實也可能推出了兩三個月左右 但我看Youtube也沒什麼人說 所以就想跟大家做一個測試一天 給大家看看這個Cushion的上妝效果 以及持妝度如何 它的外形就是這樣 其實我還留了一盒 因為我覺得它的盒的顏色挺漂亮 它的粉盒是做一個牛粉色 還有旁邊配了玫瑰金 我自己就覺得很漂亮 所以我同時也買了 外形也是這個色的Mascara 也是這個牌子 它是Long Curling的 即是纖長一點的效果 這條影片我都會用上妝效果 還有這個Cushion我買了21號色 我在格仔店買的 另外還推出了19號色和23號色 不過19號色我那間格仔店就沒有了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自然偏白色 其實我有試用過 我覺得顏色也是比較適合自己的膚色 跟大家說說現在的皮膚狀況 因為這幾天真的很潮濕 睡得超差 所以黑眼圈是相當嚴重的 還有這些位置都比較紅 有很多紅點 所以就很適合做這個測試 這個Cushion另外它還有SPF50加 PA3加 所以我覺得它的防曬是不錯的 外面的天氣今天也不是很大太陽 我就不會另外再做防曬了 因為如果再做防曬的話 這個Cushion我就會覺得比較黏一點 因為韓國的底妝多數會做得比較黏 其實它的功效在盒子上寫著 Semi Matte 其實最近也買了很多Cushion 但很多Cushion 其實也會做到一個很亮亮的妝感 所以我就想買一個Matte的Cushion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就馬上開始了 剛剛就上了一個遮瑕膏 但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我臉上也有一些紅點 所以就用到這個Cushion去遮瑕了 它裡面打開就是這樣的 寫著一個MUDE的一個 而且它這條帶也比較粗一點 它裡面就是一個很正常的 氣墊狀的Cushion 現在就上半邊臉給大家看看 上完半邊臉的效果就是這樣 其實也看到它會遮瑕了很多的紅點位置 但其實我覺得它是屬於一個中度偏低一點的遮瑕 其實它也不是完全遮到我的紅印 我覺得它的效果也真的做到Semi Matte的效果 就不同很多韓國品牌的Cushion 它會做到很有光澤的效果 我現在就上另一半邊臉 它上完這個Cushion的妝效就是這樣 其實紅印和黑眼圈都遮瑕了八成 但因為我的Cushion前面都遮瑕了眼圈 所以就不能作準 但是紅印都真的遮瑕了八成 可能在鼻翼的位置 還有一點紅印就要靠遮瑕膏遮瑕 但我覺得它真的值得欣賞的一個地方 就真的做到一個Semi Matte的效果 就不同其他Cushion去做到一個好光澤 就是你可能會很害怕 戴口罩的時候會印到口罩上 而且它的Semi Matte就真的Semi Matte 不會做到完全霧感 但又會有一點光澤感保留 所以這一點我挺喜歡這個Cushion 好 那我就極速化妝 這也是一種好光澤感 就像我一樣的推出 我喜歡這個Cushion 所以我喜歡這個Cushion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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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就化完整个妆回来了 上完BB cushion之后 我有加少少碎粉在上了遮瑕的地方 即是眼底鼻翼嘴角旁边 其实面上有轻微黏黏感 但那种黏黏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那种Semi Matte的效果 我都真的很喜欢 另外说它的Mascara 它的Mascara我一般 如果你喜欢纤长很自然的效果 它是可以做到的 为了想看清楚Mascara的效果 其实我下眼睫毛 已经没有塗到Mascara Base 因为我平时上下眼睫毛 都会塗到Mascara Base 如果你是很喜欢自然的效果 可能都会喜欢这个Mascara 但因为我比较喜欢很浓密 很夸张的眼睫毛 所以这个Mascara对我来说 就不足够了 上眼睫毛就是这样的 上眼睫毛的效果就是 塗了Mascara Base 但下眼睫毛我没有塗到的 整个妆效 我觉得都很满意 遮瑕度再叠加一点的遮瑕膏 就已经很足够了 现在的时间是3点38分 我稍后会试一下 然后晚上可能再和朋友拍多一条影片 之后自己现在又再拍多一条Netflix的影片 我们稍后见 HELLO 让大家看看现在的时间 现在是8点37分 由3点多开始上妆 上了大约5个小时 让大家看看现在的皮肤状况 其实刚刚脱口罩的时候 就有少少粉碎脱了出来 但其实那些粉碎 就用纸巾一抹就是了 那就不会溶妆 那就可以让大家看看 口罩的脱妆状况 因为我今天特意戴了一些口罩 就是贴了整个面 就可以更加清晰 让大家看到脱妆效果 可以看看口罩 就看到会比较多唇膏的人 你说粉痕呢 其实都不是很多 因为它会变成一些碎碎 那就变了没有那么容易溶妆 另外因为我自己是混合偏干的肌肤 我看到眼底和苦纹的位置都有少少干纹 但我觉得上了5个多钟的效果 是可以接受的 在颗头上 因为完全没有鼻外口罩磨擦 完全没有问题 那我就回到家再更新给大家看 Hello 我现在刚刚回到家了 现在的时间已经是12点了 今天真的很累 我拍了三条影片 累到脖子都立即脱了 上了妆其实也有8个小时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皮肤状况 咦 我的口罩呢 我先拿一下口罩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口罩 其实跟刚刚的8点 状况也是一样的 最多是唇膏印 好像定得不够了 这个位置也会有少少粉痕 而且我自己觉得颗头一定没有脱 最重要是口罩的部位 真的会脱了少少 可以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我先看看 可能鼻翼这些位置会显出红印 哇 但其实它也保持到 semi matte的效果 其实我今天全天都没有补妆 因为我连粉笔都忘了带出家 所以就没有补妆 而且眼睫毛呢 我今早就忘了说一件事 就是 膏感觉不够黑 所以我自己会比较喜欢Kiss Me 所以我会比较喜欢 这个膏感觉 它真的对我来说太自然 它不够浓 而且不够黑 可能上去眼睫毛的尾部 它已经是不太颜色 但我自己会用这个膏感觉的时候 再在尾部 再加上Kiss Me 再加深黑度 浓度 总括来说 这个cushion的效果 我都挺喜欢 它持妆都可以 但因为我不是油肌 所以可能大家要看控油的能力 去到哪里 就决定它买不买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测试一天 就记得点赞 留言和分享一下 如果还未订阅我的频道 就记得订阅 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因为外面有些工程正在做 就会有些警警警警警警 喂喂喂 未行 未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